朋友们好 这节课我们继续向下学习无人机相关的内容 这节课我们主要是介绍基于定时器和创口的通用的控制台的程序框架 我们来看一下 今天我们出的先导课程里面的这部分就是一个我们调试经常用到的 或者是远程控制经常用到的这么一个后台控制的程序框架 那么我们今天的教学内容就分为下面这么几项 首先是使用STM32的定时器和创口 搭建我们通用的这个后台控制程序框架 我们这个里面呢 会用到这个STM32的这个定时器和创口 所以我们会复习一下这部分内容 然后呢 因为我们这个通用的控制程序呢 它是基于这种创口命令形式的 所以我们会对这个创口命令进行解码 那么解码的过程中呢 就会遇到一些思议员的这个知识 好 我们顺便也把这部分呢 来复习一下 我们这个通用后台控制程序框架呢 它占用的资源主要是一个通用定时器 或者是这个基本定时器 因为我们这个SM32它这个C8T6这个定容量里面 它是没有基本定时器的 在我们这个高重量里面呢 它是有基本定时器的 我们用基本定时器就可以了 因为主要就是用来定时 不需要这个通用定时器的一些功能 比如说这个外部引出IO啊 什么输入卖成基础啊等等这些 除了定时器之外 我们还就要占用一个USAT 就是这个串口 占用一个就可以 还有这个RAM若干 这个RAM若干呢 主要是由这个消息长度决定的 如果你这个消息占用40个字节的话 那我们就是发送缓存和接收缓存 各40个啊 如果你是这个消息长度很长的话 那就占100字节 或者1KB都有可能啊 这个主要是由我们这个应用来决定 我们这个后台控制命令呢 是基本上是要求编写这个可乘入看数 也就是说它如果被更高级的中断中断之后呢 再返回执行的话 是被影响这个执行结果了 那么命令各种上限呢 是受限于这个RAM存种器的这个大小 一般情况下呢 100个命令期是没有问题的 但是如果你想要更多的应用 比如说你想要1000个 或者是2000个3000个都可以 他这个命令越多 占的这个执行孙众器空间越大啊 RAM的话无所谓啊 因为你RAM的话 你发送缓存和接收缓存定下来之后呢 就不会有太大变化 命令多少跟他没关系 然后我们这个指令的话 你想想100个指令的话 你不可能每个都要去比较一下字符串 那样的话 耗的时间太长 我们的这个嵌入式的系统的话 一般是 比较在意这个系统的延迟时间的 所以我们呢 采用了一个 哲链快速解码的这个技术 这个哲链快速解码 主要是时间与空间这个互换 你如果是想让时间短一点的话 那你使用的空间自然就会多 所以我们用的这个查标法 查标法的话就是用空间去换时间 如果你想让时间多一点 空间少一点的话 那你就不用这个方法 那就拿时间去换空间 你就时间长一点 空间消耗自然就小 这个也是我们嵌入式系统设计的 遵循的一个原则 像这个FPGA设计 FPGA设计的话 它是时间与面积的 也就是说你这个 呃 它这个空间呢 是转化成FPGA里面呢 编译完了之后的这个 硬件件路所占的这个芯片的这个面积 这个部分呢 跟我们这个单面机呢 又有不同啊 我们不不夺扯了 然后我们这个通用的后台控制程序框架呢 主要是适合控制系统的这个状态控制 比如说你里面有状态机啊 或者什么之类的 还有就是远程通讯等场景 呃 这个后台控制程序呢 需要配合创口上位机软件 那当然了 这个上位机软件不一定在PC的啊 你可以是 蓝牙创口啊 或者wifi啊 这些都可以 那么都可以用这个通用的后台控制程序框架进行 好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通用后台控制程序框架 那他主要的这个实现步骤 首先呢 我们要实现这个定讯器中断啊 这是当然的 因为我们要通过这个时间片去调度这个后台的命令 然后是这个窗口发送接触中断 这是比较基础的了 还有就是我们要定一些我们用到的这个全球变量啊 因为一般情况下 你是一个命令订阅一个全球变量 或者是一个命令订阅一个操作的 呃 所以呢 你这个命令挑适越多全球变量呢自然就会跟着随之增长 但是我们一般窗户系统呢 他有一些以前有一些不成文的规矩 说这个全球变量尽量少用 但是我们 不会用到1万个全球变量这么多啊 之前爆出来这个 是丰田啊还是哪个车啊 他的这个控制程序里面有1万个全球变量 这个数量实在是太大了 我们不会用到这么多 但是我们 相对于我们的这个控制对象呢 基本上是每个控制对象给他分配一个全球变量的话 应该不算过分的 有那么十几个或者几十个都无所谓的 然后大部分呢 我们是用这个局部变量去解决 然后有一些命令 他是没有这个操作变量的 他就只是实现一些动作 呃 那么全球变量这个也就说到这里 然后我们 因为发生是病的 所以我们需要实现这个命令函数 就是给一个命令之后 他相样的操作都是由这个命令函数来执行的 然后呢是解码函数 这个解码函数主要是对这个 被这个定时器中断周期调用 那么他发现这个创口进入缓存里面有数据之后呢 他调用这个解码函数对这个命令进行解码 因为我们不是支持多条命令了 所以他是这样的一个机制 我们为什么不直接在创口进入中断里面进行这些操作呢 很明显这个搞过嵌入式编程的人都知道 这个中断程序里面尽量要是短平快 就是说他的频率要快 然后执行操作要少 尽量把耗时的操作丢给前台去执行 这是这样一个目的 我们就进入演示环节 我们今天大部分的内容都是演示环节 就是废话少说上代码 还是基于我们昨天的这个呃 麦的stm32这个框架里面 那么我们首先要加入的是这个呃 定时器相关的内容 呃 我们在这里呢 为了节省时间也不那么一段一段去敲了 这个代码呢 最后都会上升到网盘给大家 然后呢 我们这里就直接从以前的这个工程里面去复制过来 那么我们原来用的这个呃 sm32的这个程序呢 他的定时器部分的都是相对比较简单的 而且扩完速方式开发的话呢 也是比较通用的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直接从这里面去找了 我们今天用的这个是呃 timer相关的 我们就把这个timer给他复制过去 这复制粘贴 会节省一些时间 好 我们是matsitm32 然后放到这个sauce里面 然后呢 我们这个同样的 还需要把它这个 嗯 投文件复制过去 投文件的话 我们还是规规矩矩矩的放在 一个录的里面 好 因为我们这是我们自己定义的timer 跟原来系统的这个低大电池器有错区别 所以我在前面加了一个my timer 就是我自己的 啊 这个命名方式也是受了这个perl语言的影响 之前学perl的时候 老是把这个变量前面加上这个 my这个单词 然后加完之后刷新一下 那么这个里面我们来看一下很简单的这个t3的这个出手画 t3是通用电视器这个出手画 出手画呢 然后这里面有一个中断的实现 我们在kill里面呢 是 就是 这个命名是有一定的规矩符合kill的那个中断相当表 我们在这个 eclips下面下面也是一样的 我们来走一遍 看看他这个中断相当表 在这个下面 sysm source 然后cortex 然后sysm 然后下边这个victors 在这个下面 只要你这个函数命名与他这个相一致 那么他进中断的时候就会自动去寻找你定义的这个函数 好 在我们这个里面就是这样 然后呢 这里面报错 是因为我们贴过来的时候没有这个 这些变量没有定义 所以呢 我们后面把这些bug处理掉 暂时先不管他 那么我们这个里面呢 就会 在这个电视器的服务卡数里面就会进行一些相关的这个操作啊 原来写的这个程序比较乱 现在先不管他 然后这个 这个 同文件里面就是定义了一些这个 函数 还有这个变量 这是我之前写那个平衡小说的时候用的 那么我们现在有些变量肯定是用不到了 那先不先不理他了 然后这部分呢 就 啊 跟大家简单介绍到这 因为这个大家都是有基础的 所以我也不多啰嗦了 然后我们下一部分呢 是 按照pp来讲 我们是这个创口的发送接收中断 那这部分呢 我们也是直接把它 咬p过来 我先把这个 口温件 咬过来吧 然后在找sauce里面买uart.c 同样的我们也是放在这个麦子下面这个那边 好 我们只是打开看一下这个代码 因为大家一定是有一定基础了 所以我们也不多啰嗦 这个事 那这个uart呢 也是一样的 我们去有一个处理化函数 那么这里面会处理化这个gpl 和这个中断 然后呢 我们暂时没用dma 就是直接用这种普通的方式去实现 处理化uart 然后最后边有这个 usart1的这个中断服务函数 主要是把它读起来 然后如果这个收到的是这个回车符的话 我们认为一条命令结束 那么我们就把这个命令写到这个接收缓存里边 这接收缓存呢 我们现在还没有定义 应该在我们的总函数里面去定义 然后这个uart呢 有一个发送一个字节 或者发送一个字符上的这个命令 就是类似于我们这个 在cube下面那个print 那个函数的实现 那么在我们gcc里面呢 我们不去改那个print函数 我们自己来实现就可以了 然后这个是另外一个 这个是以前写dsp的时候用的sci 他们叫sci 在dsp里面 我们就用这个就可以了 然后我们看一下这个 这个里面定义了好多 但是我们说x呢 这些都是需要我们自己在这个主程序里面去定义的 否则的话呢 一编译的时候就会报错 所以我们直接把它 丢在这里做一个拳击变量 好这里定义的时候要把这个去掉 那我们刚才说的那个串口的发送和接收 都已经讲完了 发送的话就是发送字节 或者是发送一个走不串 接收的话就是用中段来实现中段 接收到的都放到这个buff里面接收缓存 好我们来先编译一下 如果有错的话 我们等会再处理 ok my cmd.h 其实我引用了一个命令的那个投文件 好 我们接下来说定义全球变量 这个刚才我们已经收拾过了 然后命令函数的这个实现 还有解码函数的这个实现 这两个我们一块讲了 介绍一下时间